日前 陆军第39集团军某装甲旅针对全新实战环境和临机突发敌情带来的新变化 组织坦克分队展开整建制多种姿势射击等十余个高难克勿实弹射击考核 检验部队快速反应和精准打击努力 康平 我是一号 城后三角战斗敌情 展开举情 考核开始后 多辆坦克依托有力地形 隐蔽向目标地域展开机动 为了提高指挥员综合素质和整建制火力突击能力 此次考核 他们改变了以往单车单炮逐个考核过关的固定模式 创新组织了多车多炮协同的火力设计 在这次考核中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目标的显示方式 不同性质 不同位置 多个目标同时显示 这就要求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果断指挥 对于指挥员的指挥素质 多车间的协同能力和成员的射击技能 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提高 仗怎么打 兵就怎么练 为了打破训练中训战分离的固定模式 他们在训练中开展了坦克多种姿势射击 坦克多种姿势射击是指坦克主炮和车体 承任意角度式采取的射击 它便于消灭目标后及时转移火力 做到先敌开火 实现发现及摧毁的目的 但是 他对全车成员的应急反应 射击技能和协同的熟练程度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只有打破常规才能创新突破 在战法训法的创新演练过程中 他们还针对训练环境战场氛围不高 兵种专业显难科目训练机会少等问题 开展了坦克高射击枪对空射击 坦克剑苗射击 炮兵直苗射击等显难科目训练 提高训练科目的实战化水平 新的体制编制 新的职能使命 逼着我们要真正走出练为演 练为考的思维怪圈 让训练标准聚焦实战战场 紧盯作战任务 紧盯敌行对手 紧盯未来战场 足像落实那些被偏训 漏训 初训的科目 真正做到 像打仗一样训练 像训练一样打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